再告訴我 你拍這個封面照的時候 眼睛在想 放空中在想什麼 就想愛其實是什麼 哎呦 那對你而言愛其實是什麼 我們往這邊稍微站一點點 愛 其實剛剛唱的歌叫愛不是 對 愛不是 愛不是什麼呢 其實愛真的在我的整個經歷來講 我覺得都有過一些愛情上面的經歷 對 你很會愛嘛 對不對 其實不太會 然後所以我一開始就 就很努力的想要 理清楚到底愛情是怎麼回事 想讓自己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好的男朋友 一個好的會懂得愛人的一個男人這樣 但是在我的整個長大的過程 其實不管我有多少次的愛情的經歷 有喜怒愛樂多少次 但是我覺得 其實要理清楚愛情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愛不是真的喜怒愛樂那麼簡單 是 其實愛不是能說的那麼簡單 那麼能說得出來 不是筆墨能夠形容言語能夠表達的 所以愛其實是什麼呢 我覺得愛其實是一件太複雜的事情 不如我們就不要去笑 現在我的感覺 就愛了吧 對 現在我感覺好像回到初戀的時候 就是那一種 洗腳嘴的時候嗎 對 然後真的完全不去計算任何的東西 然後就盡情的愛 就真心待人 對 就完全就把自己覆蓄來 真誠地愛他 對 這一番話真的是要有所歷練的人 才能夠講出這麼深層的人生大道理 就讓我一大宣 就回到愛情的原點 就是開水白麵包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有這種最簡單的感覺 反而是一種最舒服的愛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這個新專輯愛其實呢 好像找來的這個製作陣容 跟詞曲創作陣容很堅強 非常堅強 來跟大家聊一遍啊 聊一遍啊 哈哈 好 更加強 這次其實是我 特別就是 在其實這個專輯已經籌備一年多的時間 真的 那一開始我跟詞維權 就是我的好的音樂夥伴 好兄弟 好兄弟 好朋友 這樣來做這個專輯 我就覺得 在過去這幾張的 尤其我的廣東專輯裡面 其實有很多詞曲都是我一個人一手抱抱的 那我寫的詞 通常都是很多的 Message 很多的意思在裡面 就寫一寫好像就 本來想寫一首愛情的東西 後來就變成是愛情觀 不會到另外一個方向去 對 那這一次我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喜歡愛情的一個人 我對愛情非常有Fan 就是說我經驗豐富啊 其實還好 有愛情很有憧憬的一個人 然後 我這一次想要 回到宣愛衛的情歌 所以這一次我特別就是 我找了很多不同的音樂 首先我覺得 這一次是時候我要去這個江湖裡面 跟那些高手過招 然後順便透視一下 那同時就希望找別人來寫很多在愛情上面的 有的沒的 然後 然後 喜怒哀樂 從一開始的曖昧到後面在一起 然後 無奈分手 什麼那些的痛 各種的情緒 都可以寫在這個唱片上面 然後再去仔細聆聽 就知道了啦 對不對 然後再去仔細聆聽 就能直接來泡我了 不怕動靈男神 哎呦呀 已經變成神級人物了 自己感覺怎麼樣 神耶 動靈耶 沒有變老耶 一樣帥 我是蠻愛喝那個動靈茶的 哈哈哈哈 是你都靠動靈茶來動靈嗎 是啊 我很愛喝冰的東西 哎呦 真的 對 我在大陸拍戲那個時候是 有時候我記得有一次在青島很冷 我都是把一箱一箱的可樂放在窗外面 你還在喝冰啊 早上起床就零下到不曉得幾度 然後可樂還沒有那麼快結冰 我就拿一罐拿著一邊跑步 就一邊喝 然後我就喝一樣 然後就吃我的早餐這樣 所以你是靠碳酸飲料來回一瞬就對了 其實現在要保養嗓子 然後所以常常會喝熱水 哦 其實我覺得我的保養真的是沒事 很簡單 我的化妝師前天要拿一塊面膜給我 跟它快要打起來 哦對 你沒有敷過面膜 不喜歡 不習慣 我每一次拍專輯敷面的時候 就會敷一次 哦 急救一下 所以我都敷了二十幾次嘛 二十幾張專輯 其他時候我不太想要弄太多東西在臉上 我反而覺得要乾淨 那像平常如果沒事 我都會長洗臉 哦 保持體育的乾淨 要快樂 對你的生活要enjoy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好的保養品 所以動靈之道無它 對不對 就是保持乾淨的肌膚 然後呢 保持心情的愉快 對 就能夠讓這個生活作息 臉上自然就油內而外 要買花光 花亮 對啦 對啦